春节将至,如何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让广大农民工朋友们顺利来到工资,回家过年,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1月18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出席并介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有关情况。 据人设部公布数据,2018年全年共查处欠薪违法案件8.6万件,为168.9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160.4亿元,其中为100.9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116.5亿元。 这个冲则的这个时候了,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因为拖欠工程款导致的前行问题,读出地方政府立即优先清偿农民工工资。 对其他企业,对其他企业拖欠农民工资的,也要责任他们在春节前加以解决。 不按照我们的要求,这个即时解决的,或者叫预期不解决的。 将依法从众处罚,符合列入欠刑黑名单的,我们要及时列入,涉嫌犯罪的,这是有条件啊,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来立案侦查。 马上就要过年了,农民工的工资如果被拖欠的话,第一时间应该联系哪个部门,如何进行投诉维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监察局局长王晨介绍。 我们方式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全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都有个通用的政策咨询和投诉举报的电话,叫做12333。 同时呢,我们各级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的劳动监察部门,都有投诉举报的信箱窗口,包括网络的,包括线上线下的都有。 电话打通了以后,还要背足了你欠信的相关的证据,这样好呢,我们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在受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也好有凭有据,这样呢,也能有效的为农民工兄弟呢,这个维权。 此外呢,我们的工会部门,我们的法律援助部门,也都提供了这样的法律援助,或者帮助的这样一些渠道。 王晨介绍广大农民工朋友们,尽可能的通过正规渠道实现就业,通过合法正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找工作,防止上当受骗,而且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劳动合同是证明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有利证据。 此外,合同内容不要隆而统知,要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等约定清楚,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